你好 妆教 安 姐几个又来听DJ呢 底妆眉毛已经化好 我们直接从修容开始 作案手法想必大家都比较熟悉 这里就快速带过了 眉毛教程再出了 拿命出的 钱等我一下 今天这个妆非常之简单 是个猪都能学会我发誓 用身衣好的棕色增加明暗对比 日常出门可以忽略好 众所周知为了上镜我啥都干得出来 用干净的刷子晕开 脸颊修容还是一样 能留上脸型就可以 向上打圈 运染自然 最近迷上了用三红画眼影 就是能画的地方都画一点 毕竟我不是特别会掌握色彩的 老婆妹要是害怕色彩问题的 这题可以直接抄 色调统一能弥补一些技术上的缺陷 西西 人终也来点 当时画到这还想画兔兔装的 听着DJ画成坏种装了 哈哈 贴个蒜皮贴 眼皮太多脂肪了 撑起来好看些 5 今天带着个米桶 包装很酷很戳我 是个大直径混血 注入灵魂 具显白 用棕色顺着双眼皮褶皱加深一下 能消肿 这不一定要 画一个中度上调眼线 肿泡眼的老婆跟着我标记的顺序画 能事般攻对 下眼线和眼头这样画 红色的地方用入色或者酒红色胶笔代替 我这只眼睛眼头颜色用错了T&M的 后面改回来了 你们记得 卧餐平行下眼线画就行 眼头用红色细画会比较像自己的年龙 容错率比较高 白色哑光提亮眼头 可以显得眼距没那么智障 继续用这个粉色提亮卧残 今天睫毛贴这俩 下睫毛按照标记的方向画 看起来会有智商加成和坏蛋加成 显棕色画一遍微紫的 深棕色加深一根一根的 眼妆就完成了 盖盖污对唇子 一 唇线笔画的步骤我标在后面好 就是微笑唇的画法 图个铜色系的唇印 逐渐顺眼 点几颗质哈 当你觉得差点什么 又不知道差什么的时候 就这么干 高光鼻头横着打 鼻梁竖着打 OK 这个妆真的很嫩又很坏 喜欢吸吸吸吸吸 交作业 感谢观看